去玩啊,然后或者工作啊,就是把它装进包包里面,因为今年我觉得比较流行这个小的那种包包,所以这款卫生巾就很适合女生今年装进这个小包包里随身携带。 好,那是这样的,他们没看到,也是非常大,其实它很奇妙,就是它很小,但打开特别大。 对,就是打开还是一样大,但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么小。 好,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的价格,它的这个日用呢,36片加上夜用的9片,同样也是给到大家第二件0元,那领券呢,还可以再减10元,也就是说我们88块8就可以带走两件了。 那单片的价格也给大家算了一下,算下来呢,是大概8.7毛钱,是不是非常的实惠,8.7毛钱,而且呢,我们这款是57号链接,那大家呢,想要买的话,可以就是点击我们现在57号链接去下单购买了。 那在这里呢,再一次给各位重复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哈,它的日用36片加上夜用9片呢,第二件是0元,那领券呢,可以再减10元,也就是说这个88块8就可以带走两件了,而且单片的价格是8.7毛钱。 嗯,所以小子准不准备,直播结束之后赶紧囤一箱回去,我把机会留给,留给,留给朋友。 粉丝宝宝们,哈哈哈哈,好,那今天呢,其实是我们小子首次光临到直播间哈,又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好的产品,那当然我们都听说你是非常充粉的,所以这一次肯定也是带着这个礼物啊,福利来的。 是,嗯,那接下来呢,我们就给这个粉丝宝宝们来发点福利哈,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小的问题,那所有问题的答案呢, 都藏在刚刚我和小子所聊的哈,我们这些产品当中,那如果你们回答上来的话,就有机会迎娶我们这个产品正装了,我相信哈,这个粉丝宝们一定仔细听了,所以大家肯定都知道答案,那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抽奖的方式,我们抽奖呢,一共会有三个问题,那一共是进行三轮抽奖,那分别呢,要送出我们介绍的这个三款产品哈,也就是我们这个少女机系列,以及王牌产品哈,澳洲进口纯棉, 还有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夜安库,那参与的方式,在稍后呢,我提问题之后,如果你们知道答案,请你们用最快的手速把它打在我们的公屏上,那稍后我会请小子现场给我们截屏哈,那被截屏锁定的宝宝,就是我们中奖的宝宝们了,嗯,那同时提示一下各位哈,参与我们抽奖的门槛,是要关注直播间,加分享直播间,再去回答问题哦, 所以说在我给大家讲解的同时哈,你们可以现在动动手指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,因为只有关注了,分享了,再回答,才可以拿到我们的奖品,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,好的,给宝宝们一点时间哈,准备一下,那如果你们知道答案的话呢,弹幕就可以刷起来了,问题是什么? 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聊过的,稍后我会给大家提出问题哈,嗯,那你们准备好了的话,我们的问题就要来咯,那首先呢,给大家带来的是,第一题,第一题就是,刚刚我们有提到,今年是高杰斯品牌成立的第几年呢,是不是很简单,没错,就是送分题了,知道答案的宝宝们哈,可以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弹幕当中刷起来, 你们的答案哈,那稍后呢,我们也会让这个小子现场给大家截屏,哇,我发现你的粉丝们不仅非常的热情,还非常的聪明,那我是要喊停吗? 对,那三,二,一,停,好,好,我们来看一下中奖的,呃,六位宝宝哈,那分别是,应该是,这个哇,这个因为名字好难读啊,你会吗? M,A,T,T,T,H,E,W,妈妈,嗯,还有一个是爱子女的子米啊,嗯,还有一个是,J,D,7,809,A,6,7,4,F,5,385,还有是,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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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9,20,821,Q,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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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,R,Q,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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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,那接下来大家看一下以上六位朋友就是中奖的宝宝了,这个请大家呢中奖之后啊,抓紧时间在三天之内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去登记一下您的个人信息,那以上六位宝宝呢,你们获得的啊,就是我们澳洲进口纯棉62件组套,62件,是不是今天非常的奢侈实惠,就是直接给到大家,就是因为我们杨子来到直播间给你们的福利, 那62件组套呢,我们会给您快递到家,所以请中奖的宝宝们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,好的,那接下来呢,啊,还有很多没有中奖的吧,看看,哇,有很多宝宝说还没有中奖,不要着急,我们的第二题来咯,第二题是,嗯,第二题跟刚刚我们聊的也有关系哈,问一问这个高杰斯少女机系列的,那我们少女机系列呢,主打的也是细腻柔滑了,所以我的问题就是,高杰斯少女机的产品面层, 添加了什么样的成分,让我们的产品摸上去更加的细腻柔滑呢,是什么样的成分呢,提示跟我一下,就刚刚我们小子有震惊到哦,那个时候,所以你们仔细看的话,一定会知道答案的,好,弹幕可以刷起来咯,你们的答案,那稍后同样也是,截屏的形式,抽取六位性命的宝宝,停, 哈哈哈,抽不及防的就停了,我还没有节,我还没有准备好,好,那就来,停,好,因为我觉得快点说是因为,那个粉丝,有的粉丝朋友他们马上回答,其实他们应该是那个最快的,哦,就是你想,你想抽这个反应速度最快的宝宝,他们应该是很早,没关系,我们还有下一次机会,我配合你的速度,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中奖的六位粉丝宝宝,恭喜你们中,中的是少女鸡的110片日夜组套,那给大家再公布一下,我们中奖的宝宝是,京东151568YKT的这位宝宝,然后以及京东要中奖的这位宝宝,你真的中奖了,这个名字很给力啊,然后接下来第三位呢,是尼定尼奥的宝宝,还有我是你的小妖精的这位宝宝, 以及喜欢傲的宝宝,恭喜以上六位朋友,成功获得了我们第二轮的奖品,那也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好运带去到今后的每一天,你们获得的呢,就是少女鸡110片日夜组套,那大家注意了哈,获得的是日夜组套,就是这样110片,所以说,也请正奖的宝宝们抓紧时间,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小姐姐,我们会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,把奖品给你快递到家,那也请大家在 在三天之内哈,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,好的,那还有很多没有中奖的宝宝哈,看看大家在弹幕当中说什么,哇,说还没有结束哈,还有一道题,嗯,接下来呢,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这个第三题,好,第三题呢,我们的问题叫做,呃,刚刚给各位提到了一款夜抛小内裤的产品, 所以我们这款夜抛小内裤它是什么呢,请大家,我先准备好,哈哈,请大家打出它的产品名字,来,还没,好,各位可以准备好,可以发答案咯,好,你可以开始了,停,来,停,OK,来给大家公布一下, 全堂热可可,还有M-A-N-D-Y-D-O-T-S,唧唧咕咕,糊吐吐,还有丝瓜在认真读书,嗯,午后心情2175,最后一个是嗨,晨曦,嗯,恭喜,以上啊,六位宝宝成功的获得了我们夜安库哈,给大家送上的就是夜安库 二十条,那,呃,恭喜以上所有中奖的宝宝们,那当然也请大家呢,在三天之内,抓紧时间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,我们会把你们的奖品给快递到家,当然没有中奖的宝宝们,哈,不要着急,因为在稍后呢,我们还会给大家送上你们非常期待的,最想要的,以及我也同样很想要的,我们杨子的亲笔签名的照片,所以说也请大家呢,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哈,千万不要走开,那而且呢,在这里也同时,呃,给大家,呃, 大家讲解一下,因为我发现很多宝宝都在说,呃,杨子马上要过生日了,对不对,嗯,所以给你准备了这个很多应援的工作,那现在哈,今天在我们直播下单的所有的这个下单的数量哈,就和我们这个就是呃,应援的这个数量都是要累计的,所以今天直播你们下单呢,就可以直接累计到我们应援活动当中了,嗯,好,那接下来其实今天哈,我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精细,给我准备的吗?对,因为这不是快到你生日了吗? 是,所以那个我们高杰斯呢,作为你的忠实粉头,那这一次呢,也是陪伴你,一共走过了四年的时光,嗯,一千四百六十天,哇,真的是四年,对,真的,所以四年的时间哈,其实也很长了,那,呃,我们今天呢,也是邀请到了你的紫米宝宝们,然后和我们一起制作了一个视频,想你今天在现场哈,来听一听我们这些粉丝宝们想对你说的真心话,好啊,好啊, 这是我喜欢杨子的第一年,二年,三年,第四年,第六年,第七年,八年,九年,十年,十年,十二年,十三年,四年,这是我喜欢杨子的第十五年,这是我喜欢杨子的第十六年, 有男生,是不是,我很正常,也是因为家有儿女喜欢上杨子的,前期呢,暑假,因为有家有儿女变得特别的开心, 两个可爱的谁把你,自己的心意了,你是我们的小太阳,你的善良,你的乐观,你的演技,都是值得我们喜欢的,你是我们心中的正能量,亲爱的小公主,祝你生日快乐, 祝你永远在你左右,爱你哦 等等,还有,小哥也有话说 哎呦,好多都是那个,好几年前我的样子, 现在看还是那个,是有变化的,有变化吗,一点都没有,但是我看上去还是比较的,就是幼稚啊,那种感觉,就是你自己看,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,我们看就是只有越来越漂亮,那时候感觉比年轻,哈哈哈哈,好,那看到这个粉丝把我们给你送上的祝福,哈,以及我们这个粉头给你做的视频,感觉如何,就很,哎呀,很感动, 然后我看到有很多粉丝,其实很面熟的,就是肯定是,比如在一些公开场合,他们也经常会出现的,对,所以就很感谢,对,所以我们的这个粉丝们也是相当的用心了,哈,那既然这样,在这里我就想代表我的粉丝宝宝们,对你提一点小小的要求,可不可以? 当然可以,嗯,那接下来呢,用广大粉丝的要求,哈,我们想现场增加一个就是紫米和小子的Q&A的环节,因为我觉得紫米宝们真的有太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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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问题,想要问小猴子,好啊,没问题,好,那我就代表我们这个粉丝宝们,提一些问题,哈,都是大家非常想知道的,那首先,因为最近感觉也没有什么新歌可以听,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歌单? 嗯,我最近,因为我看那个乐队的夏天嘛,听的比较多的,比如说是,呃,虫肃,嗯,虫肃,对,然后还有,后海大鲨鱼的歌,还有,呃,福禄兽,就是最近有在听,对他们的这些歌曲 好,我们小子给大家分享了,哈,所以相信正在收看直播的宝们已经切换到这播放器去听了,那如果大家觉得最近这个有点歌穷的话, 可以来听一听我们小子推荐的这几首歌,哈,那接下来想问问,有没有什么事是你一直想做,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去做的,我想学做饭,做饭,对,这个事是我还挺想学,以前没有觉得,但是我觉得很想有一首好厨艺,但是就一直还没有,还没有时间去做,对不对,你可以接一个什么做饭美食的电视剧,一下就学会了, 因为去入中餐厅的时候,就当时有开启这个兴趣爱好,但是回来以后,这工作一忙,就又,就没有办法去吃去了,对,嗯,那我也相信哈,你这个练一练做出来的这个饭,绝对是相当美味的,对,我觉得这些做完以后自己吃会很有成就感, 你觉得自己做饭有天赋没啊,我觉得有,是吗,我从来没学过做饭,我就在初中的时候,有一次我爸爸妈妈上班,我自己就蒸了锅米饭,那时候也不太知道,就是用手凉嘛,就是蒸了一锅米饭,给我爸妈炒了一个鸡蛋新红柿, 嗯,还炒了一个呛白菜,嗯,还有一个是土豆丝吧,但不会做肉,嗯,嗯,还做了那个一锅方便面,我爸妈回来以后,就很开心,我一吃,哎,味道好像还真的可以,还不错,对,对,对,好,那我们也期待这个小子有新的厨艺,到时候可以带给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,嗯,那平时比如说我觉得你工作还挺忙的,最近一直在禁组, 所以工作繁忙的时候怎么放松自己呢?放松自己啊,泡泡脚,泡脚,喝点红酒,嗯,然后让自己就是舒服一下这种,嗯,按摩一下之类的,哇,跟我有着同样的这个兴趣爱好,大家都喜欢泡脚,按摩,然后还有那个买那个做爱揪的那个,嗯,我知道那个,很搞笑,每天洗完澡以后,给自己裹的盐,特别盐,因为怕会着凉嘛,嗯,嗯, 然后做着面膜,泡着脚,然后还有那个爱揪,然后整个人,养生子的状态,我说,在按着摸就觉得,哎呀,和我姐看,我说你怎么不如老年生活,所以也是一天最幸福的时候就这会儿了,但是那个准备工作特复杂,你知道吗,然后,别的准备好久在那儿,对,对,能想象到那个画面,人类,对,那马上要过生日了, 所以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,生日愿望啊,嗯,就是希望家人身体健康,嗯,然后自己开开心心的,然后拍自己喜欢的戏,一切都顺利吧,我觉得,嗯,嗯,大家有弹幕都说你是养生子,养生达人,我养生分阶段的,这段时间我觉得我该养生了,赶紧,然后下一阶段觉得该挥霍了,对,不能熬夜了,九点就赶紧睡,哈哈,那大家也要跟着我们小组, 小组的节奏啊,做这个养生达人,一起有着健康的好身体,同时这个少女宝们可以用上我们这个夜安裤,安睡一整晚,是,嗯,那刚刚说到生日愿望,对,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,嗯,刚刚说完了,哈哈,就是希望平安顺利吧,开开心心的,嗯,好,那最近有没有看什么,就是电影可以推荐给大家的,我最近看了,去了电影院,因为电影院现在不是, 开放了,对,然后比如说夺冠呀,或者说花木兰呀,我和我的家乡啊,这些我全都去电影院去看了,就是支持一下对电影产业,对,好,那其实我也知道你是这个宣传达人了,所以肯定要支持大家的这些电影, 那我们也知道,那我们也知道,近两年哈,这个紫米的大家庭也是越来越壮大了,所以对粉丝们有没有什么期待,那借这个平台,对粉丝们有什么想说的话没有,嗯,没有,没有,我对粉丝,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,然后也是我们是一路的成长跟陪伴嘛,嗯,然后是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粉丝朋友们,然后也希望我拍的戏能够获得大家的喜爱,我觉得就是大家喜欢我一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,嗯,对,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我们一起陪伴着彼此成长,对,就好,嗯, 当然大家喜欢你一定是开心的事情了,因为你像大家的这个小太阳一样哈,还是剧组的开心果,所以对于这个事你怎么看,就大家都叫你剧组开心果,我其实还好吧,我觉得我也有不说话的时候,但是可能我一说话,我可能本身性格就是这样,我有时候就说这个话,就大家觉得特别的搞笑,但我觉得挺开心的,就是因为我觉得人与人的交流, 如果你能让对方感觉到是愉悦的,其实我就还挺开心的,对,但可能有时候我并没有想说逗笑或说笑,但自己可能说着说着,就自己也会很开心,是的,那今天其实跟杨子一起直播,我也觉得就很开心,一下子就被你的这个情绪所感染到,那问完了我们粉丝宝宝们的问题哈,接下来呢,我们就要请小子来发送我们今天的这个终极福利了,好,也是大家最想要, 最期待的环节,那老规矩哈,还是同样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,加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,现在呢,还没有关注和分享的宝宝们,你们可以抓紧时间了哈,动动手指,先分享出去,然后呢,在评论区呢,请大家写出,你最想对小子说的话, 嗯,我们会借这个平台哈,同样让小子也看到,那同样呢,我们会截取这个前五位朋友,呃,为你送上我们杨子的签名照片,你们最想要的签名照来了,所以宝宝们赶紧,抓紧时间,想对小子说什么,可以,现在发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哈,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准备一下,我发现有的这个粉丝宝们,就是,呃, 为了赶紧发上来,就严谨一概,默默大,哈哈,生日快乐,好,你们可以把你们想说的话,发上来哈,其实过生日每年很恐慌的,为什么,我不是因为年龄的增长,我从来不怕年龄增长,我甚至觉得女人越年龄大,就越有魅力,有智慧,我只是就是,觉得那一天,有时候我的压力会变得很大,因为我会想我生日了,然后大家都为我要祝福了,然后,就要可能好几个蛋糕,你知道吗,然后, 很多人祝福,我可能要一直回,一直回,对,然后,就很怕麻烦到,有时在拍戏的时候,在剧组,我就不敢跟剧组说我过生日,因为就可能剧组为了给我惊喜,就会一起,说祝我生日快乐,大家一起喊呀,停工,就是帮我庆祝,我就觉得,哎呀,压力太大了,让自己默默在房间里,对着,所以也是因为,就人缘太好了嘛,所以肯定要经历这些庆生环节,好,那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些评论哈, 我太多了,你看,完全都看不大了,对,好,那这样好了,我们直接请小子给我们来截屏,截取五位幸运的宝宝,三二一,停,来看一下哈,被截屏锁定的,五位宝宝,阿美小笨蛋,阿美小笨蛋,阿美小笨蛋,撒撒都是阿美小笨蛋,阿美小笨蛋太积极了, 蓝胖子纯靠体重,还有一个是GDTSAI777,嗯,蓝胖子纯靠体重,哇,就是这个,阿美小笨蛋和蓝胖子纯靠体重的手速是相当之快,那我们就算,这个, 这一评应该是算作三位宝宝哈,嗯,一个是阿美小笨蛋,一个是蓝胖子的这位朋友,还有京东,啊,TSAI777的这位朋友,啊,这一评呢,我们锁定三位,当然,答应大家是五位了,就一定给你们送出五张哈,所以接下来呢,我们请小子再给大家截屏一次,我们这一次呢,就选这个,被截屏锁定的前两位朋友, 请,好,一个是STEPNYMI,第二个是京东437A4C604993A,嗯,好,来,大家看一下哈,啊,这一评呢,我们就选这个截屏最上面的,速度最快的两位朋友,为你们送上小子的签笔签名的照片, 那也请以上中奖的五位朋友呢,抓紧时间,在三天之内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,去登记你的个人信息,我们会把这个签名照给你快递到家的,好,那当然,呃,大家以为我们这个高杰斯庆生的惊喜到这里就结束了吗,no, no, no,我们的惊喜才刚刚开始哦,那其实呢,就是我们高杰斯和紫米从21号开始就已经在为你准备这个生日惊喜了,嗯,所以真的很用心哈,我们也收到了很多 紫米的生日祝福,并且呢,用它定制了一辆专属于小猴子的应援专车,我们会在10月6号正式启程哦,哇,谢谢,嗯,那我们也会让大家都看到我们对你的祝福,当然,这只是第一步,嗯,那今年呢,我们还会逐步点亮 北京,长沙,上海,成都四座城市的大平和紫米一起给杨子莱过生日,嗯,当然,我们这个高杰斯选的这些城市哈,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,我们小高作为粉头可不是白当的哦,那其实北京不用说了,那战长沙呢,也是对杨子莱说非常重要的作品了,哦,所以在长沙,对,而且在上海打拼的邱莹莹也是非常的深入人心,所以选择了上海,嗯, 所以说宝门,那成都呢?成都,嗯,你自己get一下,哈哈,对,意味着我以后要去成都拍戏了,哈哈,还意味着我喜欢吃火锅,反正就总之啦,所有理由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四个地方,那所以紫米宝门们哈,记得去这个高杰斯的官方微博,在这里要给大家提示一下是官方微博哦,去了解到我们具体的这个应援,嗯,耶,那我们同样除了以上的这些惊喜哈,还为粉丝们准备了彩蛋哦, 所有下单的粉丝哈,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,那就有机会去赢得绝版定制的杨子时光日历,我们这些奖品在这里等待大家,好,那其实这个直播的时间哈,因为跟你在一起太快乐了,所以说就感觉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哈,那转眼间呢,今天我们杨子来到这个高杰斯直播间呢,也是慢慢的接近尾声了,那在最后呢,有没有想对我们粉丝宝们说点 什么,嗯,就是很,嗯,很荣幸,很开心你们一起守护着我,然后成为了我非常坚定的后盾吧,嗯,我也会在新的一年里拍出更好的作品来,回报给你们,对,然后也很高兴这次跟高杰斯完成我们的直播首秀,还收到了很多的生日的惊喜,我觉得很感动,嗯,大家多多关注高杰斯,我们的京东直播间,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带给大家,对,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见,好,那也非常感谢小子做客我们高杰斯的直播间,也陪我们度过了今天愉快的时光哈,嗯,那也提前祝我们小子生日快乐,谢谢,嗯,那接下来呢,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们小高啊,还有所有的子米都会陪着你一直走滑路的,谢谢,谢谢,嗯,所以所有的粉丝朋友们也请大家,啊,继续的支持我们小高继续的支持杨子,我们下次直播, 再见咯,下期再见咯,拜拜